哈啰,所有妈咪,指尖陀螺 今天找一个view还蛮好的一个地方呢 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现在小朋友沉迷的东西 好,那今天晚上有没有全部的人都有在呢? 今天是假日下了好几天的雨 你们都在做什么? 好,你们都在做什么呢? 来报道一下 让我看一下你们都在做什么 现在晚上了 好,指尖陀螺,战斗陀螺 你家有几个陀螺 来,妈妈,你们家里面有几个陀螺 哎,有第一次跟到的耶 欢迎你,妈妈 哈啰,Cindy,你好 有看到你,下雨都在家 在看电视 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下 沉迷 哇,指尖陀螺,战斗陀螺 王家祺吃饱等消化 你们都在干嘛呢? 晚上现在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好,正在玩指尖陀螺 有人说正在玩指尖陀螺 好,有人说一个都没有 好,有人说在加勒福逛逛 马来西亚的朋友,欢迎你 我们今天晚上要聊指尖陀螺 好,其实不是聊指尖陀螺 是聊,为什么这么多东西都会让孩子沉迷 你说对不对?前一阵子,在一两年之前 其实也不是一两年之前了啦 战斗卡,有没有 游戏王卡 然后后来是战斗陀螺 然后再来就是指尖陀螺 所以就很多很多东西 在孩子的很多很多的世代的时候 就会不同的一直在那边出来 然后一直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会让孩子挡不了那样的一个诱惑 花了上万元在玩战斗陀螺 谁花了上万元在玩指尖陀螺 还是战斗陀螺 战斗陀螺 那每一个每一个那个都有是不是 哇,这么厉害喔 好,OK,妈咪,哈啰 买了也没有继续玩 是嘛,有没有 好,那有妈咪今天早上有讲说 买这个 总比 让小朋友在家里面打电动啊 在干嘛啊,来得好 那我觉得是这样啦 我觉得我今天要讨论的东西 只有一个议题很简单 我们今天轻松聊 要怎么样让孩子不要 不要 不要在那个诱惑里面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你说对不对 你不要说你家三四岁的小朋友 或三十岁以下的跟你没有关系喔 各位你想想看 明年后年不同的 就孩子一直长大的过程中 我告诉你 流行的东西会不会越来越多 会 一定会 大人挡不了诱惑 难道小朋友也要挡不了诱惑吗 对啊 所以OK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 要来讨论这一个东西 那 那我觉得他宣称可以增加专注力 那我有意见 为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在失控的状态 一个班级里面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到三分之二的孩子都有这个东西 然后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买 或者是会 会觉得说 呃 会去讨 那 会去比较 甚至在教室里面已经有形成货币 我不知道有没有 有的 爸爸妈妈 你来留言 如果你家是六岁以下的孩子的话 你要预防之后长大 要变成 不要变成这样的话 你也要先来看啊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一种货币 因为流行啊 大家都要啊 就像一台手机出来的时候 大家不是为之疯狂吗 大人也抵挡不住诱惑 你说是不是呢 好 所以很多妈妈说 家里面也是一堆车子 这到底是在玩什么 这到底是在玩什么 我觉得 在玩流行 我跟各位报告 这个其实是在玩一个流行 因为当一个风气已经起来的时候 他很难 我们很难告诉孩子说 不可以 这个 这个不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是流行 所以我要讨论的是流行 不要让孩子沦陷 不要让孩子沉迷在那个诱惑里面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这也就是教室的秘密这一本书里面 大家翻翻翻看 在棉花糖理论的那一章里面 我们不是在教大家 别急着吃棉花糖 因为你急着吃棉花糖的时候 会怎么样 孩子长大之后 会抵挡不住诱惑 实验者就是这样子做 把一堆的小朋友叫过来 通通都四到六岁 然后呢 结果一个叔叔就跟 所有的小朋友讲 说 哎 桌上有一堆棉花糖哦 哦 如果呢 叔叔现在离开 然后如果你 回来的时候 我回来的时候 发现你都没有吃桌上的棉花糖的时候呢 我就给你吃两颗 好 那实验者跑到 戴面镜后面去观察 结果发现有些孩子呢 根本就是管理三七二十一 就直接拿了棉花糖就开始来吃 那有些孩子呢 是 不行 叔叔刚刚说 不可以吃 我一定不能吃 我要听他的 结果啊 就把这些孩子一分为二 一堆孩子是从小 可以抵挡 诱惑 不要吃棉花糖的 一堆孩子呢 是 马上吃 我管你的 我就是要吃棉花糖 结果很有趣的研究就发 这个研究后来很有趣的发现 他们一直追踪到这一群的孩子到长大 结果发现 当初可以 让自己不要吃棉花糖的那一群 不要能等待 不心急 比较有耐心 然后不要急着吃 知道人家的交代的这一群的小朋友 长大之后呢 他的耐心比较好 他的射精地位比较高 他的整个发展是比较好的 他的整个口语的表达 还有各项的一些表现 都比当初那一群急着吃棉花糖的小朋友要来得好 你说这个棉花糖的研究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流行 我们要讨论流行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在告诉各位 孩子没有办法抵挡诱惑 所以孩子没办法抵挡诱惑是什么 是因为小时候的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扯到教养上面 因为我们在教养的过程中 如果孩子马上就跟你讲说 妈妈 现在可不可以吃糖果 然后呢 你明明就已经定了一个规矩 说吃饭前就不能吃糖 好 这个时候你心软 那你心软的时候呢 你应该要稍微想一下说 嗯 或者是跟他沟通一下说 不行 不行 那可是有时候不是这样 有时候是我们就觉得说 哎呀这个东西很小啊 没关系啊 反正就给他啊 或者说是什么的 包括买指尖陀螺 战斗陀螺 我们的 我们的做法可能都一样 那我就会很担心 因为你养出了不能等 很心急 没有耐心的孩子 那我不管你的孩子 现在是三岁 四岁 六岁 八岁 以后这个世代或这个社会 流行什么 他一定就跟什么 他一定就跟什么 这句话 请你帮我take下来 以后呢 这个世代流行什么 他绝对就跟什么 为什么 因为跟他从小没有耐心 你什么东西都马上就答应他 他本来的个性就已经是立马要 我马上就要 结果呢 我们还马上就答应他 哦 啊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要稍微跟大家聊一聊 下雨的这个 这几天很闷 然后呢 很多家长一直问我说 哎呀孩子 为了这些流行的这些东西啊 反而还说谎 骗妈妈 骗爸爸 说什么 我们同学都有耶 然后大家呢 都笑我没有耶 我告诉各位 如果孩子跟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你要稍微思考 跟稍微 稍微想一下 不见得 因为学校里面 老师已经开始管控这个东西 那 所以不见得同学会彼此笑来笑去 但是他心里面就是想要跟流行 所以这是心里的秘密 这绝对是心里的秘密 这绝对不是一个孩子 他会 就是会想要说谎啊 或者说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他看到流行 他没有办法抵挡诱惑 各位 那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呢 长大之后 眼睛里面只有名牌包吗 只有名车吗 只有别人身上很名贵的东西吗 我想 跟在王龙泽叫育儿宝典的所有爸妈妈 应该跟我都一样 我们希望他们看到的 应该是品性 品格 跟品德 而不是 而不是 那一些 只有表面上的这些 这些 这些奢华 或者是表面上的这些包装 表面上的这些价值 所以你要养出怎么样的一个孩子 在于 他现在这么小的时候 你必须要培养出一个有耐心的 跟他沟通的 不要马上就答应他 什么东西都 妈妈买给你 爸爸买给你 阿公买给你 阿嬷买给你 阿嬷买给你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这样我就会非常非常担心 好 那如果 如果 真的你觉得这个东西 没有那么 那么妄恶 或是没有那么罪恶 其实我也觉得还好 但是因为他很贵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东西 没有很深 这个 这个我觉得一两百 以上都多多便宜 哎呀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 上百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教育的 都是三到八岁的孩子 我都觉得说 一两百以上的东西的时候 都应该要讨论 所以我就说 对你来讲一两百的东西 当然买得起 我上次不是讲果冻比吗 但是问题是 在孩子的世界里面 一两百已经算是 很大的一个数字的时候 在下手要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需要跟他沟通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跟他沟通的话 他就觉得说 反正一两百就跟 一两千没什么两样 一两百就跟十块 没有什么两样 你都不去讨论的时候 那就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很多人家里面有好多颜色 尤其是战斗陀螺 我不知道有没有呢 有的赶快来留言 好 维安你说 乌龟大神在讲话 哈啰 有看到乌龟大神吗 有没有去看 英雄漫半拍呢 有看到英雄漫半拍 赶快来留言 好不好看呢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编这个剧 好 对啊 有妈妈说 六十块的扭蛋就已经很夸张了 是啊 是啊 价值观 价值观 是要依他的年纪 而不是依我们的收入的水准 那 我们当然觉得一两两百块 我们花得起啊 但是问题是孩子 有没有需要吗 好 那如果真的 你觉得没那么万二 你想要买的话 我觉得有 有几点要跟大家讲 因为 你规则没讲在前面的话 他们自制力 还没有发展得很成熟 齁 就会上瘾 会容易成瘾 齁 那这个容易成瘾了以后 你才跟他讲说 哎呀 不要玩这么久啊 对啊 当初不是怎样 我就说 你前面都没有把规则定好啊 他存在这个东西 或者是战斗陀螺上面 那个收集了以后 你才在 你才在 吼他 才在跟他讲说 那我就没收了 我就 这个东西再也不给你了 为时已晚 为什么 因为 他还没有成熟 你却在很 很 你却在后面的时候 才在骂他 那 这个到底是谁对谁错的 这个要思考好 这个很重要 齁 好 所以第一个 譬如说上课不准玩 这是应该要有规定 齁 那第二个 每天应该要玩多久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跟孩子教育 跟孩子互动 这很重要 那第三个 不准拿价钱上面去比较 你比较贵的 然后我比较便宜 齁 然后你家的比较炫 然后我家的比较 嗯 比较怎样 齁 你家有多少 齁 你家有五个 我家只有两个 齁等等的 不准拿价钱 不准拿他的 这些 这些 哇谁的比较好的 这个东西来 来比较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的都是表面 我不要养出一个只会看表面的孩子 所以不准他们拿价钱来比较 第四个就是 不要再 不要只有这个游戏 如果一个孩子 一个一天玩这个东西 然后两三个小时的时候 我觉得不妥 齁 我觉得不妥 所以 不要只有这个游戏 很多人说 诶 我为了要 我为了要稍微研究一下这个 然后我去买这个 那 老师你别再转了 有小朋友被你吸引 真的哦 被我吸引了 好 那 老师告诉你 你为什么没有 好不好 因为他很贵 而且呢 因为呢 他玩几下了以后 老师就觉得不好玩了 虽然你现在看到的好像很好玩 但是呢 实际上呢 转到手上的时候 觉得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呢 老师家的小朋友 宁愿去玩积木 宁愿去玩拼图 宁愿爸爸妈妈陪他们说故事 他们也不要玩这个 所以你知道了吗 所以你眼睛看到的东西 不见得是最好的 各位小朋友 知道了吗 好 所以 请你帮我把这一句话 跟你的家里面的宝贝讲 好不好 好 那这里就是我要讲的第五点 引导孩子 观察自己的玩具 观察自己有的东西 观察我的东西 比这个东西还要更好玩 观察爸爸妈妈的陪伴 才是我心里面最想要的 OK 这样就可以抵挡住誘惑 这样有没有稍微了解一点点呢 有妈妈说 他买指尖图的是 因为为了要训练专注力 好 OK 其实保健训练专注力的教具 应该 对啊 专注力的教具其实有很多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拿这个东西来训练专注力 那我查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研究 结果并没有很很直接的科学证据 告诉你他可以训练孩子的专注力 那在这个东西发明之下 人家就宣称说可以避免他分心啊 其实就只有几个原因 我也有帮各位查了一下 在过去很多研究发现 你在手里面在把玩一个东西的时候 包括有些成人会转笔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在 我直播的时候啊 我如果手上有一支笔 我也会转笔 在把玩一个东西的时候啊 有研究发现 可以阻止你胡思乱想 好 譬如说 莫名其妙想说 恐流会不会打电话给我啊 莫名其妙想说 哎呦 他讲那句话 有没有那个意思 是不是在骂我 人的脑袋里面 有时候会有很多这种天马行空 当你手上有把玩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会阻止你这些天马行空 OK 但是 这跟阻止你分心 有没有关系 我 我还需要再更多的实证 因为很多的孩子 一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过度的沉迷 跟过度的诚意 反而让他更分心 所以 我不建议 你为了要训练专注力 拿这个东西来训练孩子的专注力 我认为 拼图 积木 或是你带着他去操作一些科学 那 隔一阵子 我会开 现代的科学的这一刻 那 那 那 我觉得 你可以带着他去操作 你可以带着他 机智问答 你可以带着他讲故事 跟他一来一往 我觉得 这个都是比练专注力 还要更好的一个东西 不一定要用这个 好 所以你们还没有什么问题 有妈咪说 我觉得是分散注意力 对 好 来 我们稍微聊一下 有去看过英雄漫半拍的吗 好 好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天 6月25吧 中立场 是我们最后一场 好 那我们在教育剧里面 其实就是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 带着孩子一起 透过演戏跟快乐的方式 传递我们想要对他们的一些教育的一些规则 所以我们不希望 好 我们不希望每一天都在睡念 我们不希望每一天都在告诉他 你不要再给我玩这个了 你如果再玩这个 我就 我就我就把你没收 我就把你怎样 为什么玩这些的东西的时候都可以很专心 为什么你写功课的时候都慢吞吞 这是有原因的 这跟动机是有有关系的 玩这些东西的时候动机都很高 写功课或念书的时候动机都很低 做日常生活里面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动机都很低 所以 英雄慢慢拍 全省巡回的最终场 在6月25号的中立 非常非常感谢所有的爸爸妈妈的支持 我们已经超过一万多人已经看过这一部戏了 我们在里面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 然后 希望大家可以让孩子更能感受到 爸爸妈妈要求他们是有道理的 希望孩子自己能自觉说 原来我慢吞吞 我是在思考啊 原来我慢吞吞 我是在怎样啊 所以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到中立场 再看我们最后一场 好不好 今天非常非常谢谢你看 这一场直播 因为我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各位 其实从小的时候 没耐心 然后呢 很急 不能等 长大之后 抵抗诱惑的能力也会比较差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知道 一定来帮我take下来 给后面的所有的爸爸妈妈了解哦 OK 赶快去看电视吧 赶快去睡觉吧 赶快去讲故事吧 OK 晚安